做生意的第一步就是要眼光精准 大陆游泳女将傅元慧一句洪荒之力 率真言论瞬间爆红 在网路上立刻有人捕捉了她逗趣的神韵 做成了漫画表情包 造成了一阵疯传 创作者是一位美女漫画家 她叫丁一辰 这组表情包让她的微博粉丝高达600万 而由漫画IP衍生出来的商机 可以说也是用尽了洪荒之力 从表情包到卡片到玩偶 真可以说是前景无限 一句洪荒之力 是满意而不是期待 捕捉选手神韵的创作者 是27岁的漫画家丁一辰 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工作很猛 生活很猛 超像啊超像啊 觉得她抓到复原会什么样的神韵 就是 其实当时开始看她那个复原会表情包出来 我觉得IG画风特别像丁小点画的 在微博上看了 看她那个 后来还买她台立呢 就是觉得她那个画风特别可爱 复原会表情包在微信上被53%的用户使用 最吸引80后90后的女性粉丝 可能形象再好看 她也要有故事 故事再简单 她也要有性格 漫画这个东西是要神行兼备 但是她的神是大于形的 丁一辰最早在微博上发表漫画 天真少女丁小点 至今已经拥有595万粉丝 成为超级偶像IP 她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观化价值观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她标榜是什么 她的标签是什么 我觉得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三要素 她才能成为一个IP 可以说是超级IP 丁小点在漫画中永远不会老 衍生商品卡片 文具 娃娃 琳琅满目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书每期都有 然后还去她签售会 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小产品 比如说钥匙扣 公交卡 什么这些的 铁粉 创意内容变现 除了衍生品 还有IP授权 商务合作 出版品等 为了维持热度 还得掌握实施 坚定一个能达到的小标 我先 正在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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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很快地发展自己的东西 也要去抓住一些热点 丁一成靠画漫画 每个月赚25万台币 看似容易 其实并不轻松 长期以来 她每天画10小时以上 因为姿势不良 压迫颈椎 造成吞咽困难 平时我画画的时候 不遇觉的时候就歪着脖子 时间长我脖子还是变长 还是变漂亮 大陆网民高达7.1亿 手机网民更占9成2之多 网络快速传播 让她的漫画粉丝暴增 从衍生品到幽默表情包 都是商机 虽然大陆表情包产业刚开始 流量难以迅速变成经济效益 但一个轻松贴图 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想先抓住你的心